有很多星座不会忘掉旧情,和现任在一起也忘不掉前任,甚至偶尔还提到前任。 但是有的星座的女生,是非常忌讳自己的恋人提前任的,只要一提到,就会直接爆炸。 处女座的洁癖,绝对不容许有一点下次。 她们的眼睛容不得杀字,前任这个词就是忌讳。 感情洁癖也是一种洁癖,处女座虽然不能要求对方之前没有半分感情事, 但是会要求恋人不要再提前任,如果出了处女座这个眉头,后果将非常的不堪设想。 狮子座的霸道可是出了名,她们绝对会要求恋人一心一意的和自己在一起。 对她们来说,恋人没有分手只有丧偶,只要和自己在一起,就不要再想前任了。 如果对方再提前任,狮子座绝对会受不了,她们觉得如果不能牢牢霸占住对方的心,还不如不谈这个恋爱。 白羊座的小暴脾气,就像一颗定时炸弹,而这个炸弹是提到前任就避炸不可的。 她们可不管其他的,说炸就炸。 她们执着地认为,如果恋人提了前任,那就是对前任的旧情未了,自己这是受到了背叛。 她们认定的不会变。 解释,白羊座的怒火冲天,哪里还会听解释? 双鱼座是玻璃心的代表。 她们敏感多疑,就算没什么事,也能自己在脑内编排出一场大戏。 更何况,如果恋人提起了前任,双鱼座那颗玻璃心就要开始起一个裂缝了。 那个裂缝会被怀疑拉扯得越拉越大,最有一天会爆发。 双鱼座的眼泪估计能流成河了。 双鱼座是有多记仇,根本就不用多说。 她们会把恋人提到前任的每一次都记在心里,表现出不在乎的模样。 但是如果恋人提的次数过多,双鱼座不会永远忍耐下去的, 她们会在某一次狠狠地爆发出来,并且一次一次把以前发生过的事全部说出来。 抓住这个问题不会放过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欢迎订阅留言转发。